财山民猴经常传出跟登山客及附近的店家抢食的消息 导致民众不生其老 农业党委认为他们是被喂养成性 才会向民众抢食东西 未来不排除修改自治条例 以喂食救阀来取代楼心劝道 农业局表示 101年高雄实施野生动物保育自治条例后 一直没有针对违规喂食野生动物开阀 除非违反接触喂食野生动物法令 采除于5000至1万元罚还 由于自治条例内容规定虚达劝导不听程度才能开阀 因此农业局方面不排除修改自治条例 改为喂食救开阀 希望能够改善猕猴强食现象